地坑你要相信 表情 end 可然奉行 如此见面却很熟悉 随心所欲聊不完的话题 难道是注定要相遇 每分每秒离不开你 给我所有乖乖的回忆 只差一句说我爱你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彻底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彻底的爱上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让这世界知道我们多亲密 我爱上你 我会很珍惜 为你我远不顾我自己 我爱上你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这都几点了 这斯文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怎么回事啊 一会儿斯文回来啊 你催催他 让他赶紧啊 让他老丈人去一趟 那你怎么不说啊 你跟我较什么劲呢 爸 咱家那银行卡呢 什么卡啊 就咱们家那卡 就放在我和你爸住那屋 那个柜子里的抽屉里了 没动过呀 就 我刚刚找了没找着呀 怎么可能 就没动过 你是不是揣身上啊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能揣身上吗 你再去找找去呢 别找了 银行卡 我给咱们儿媳妇了 什 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把那卡给谁了呀 我把那个卡 还有 咱们这个房本 都给紫月了 你 你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 咱们的儿子捅了天这么大的一个窟窿啊 咱们就做父母的 替他换点账不应该吗 可是 可是咱俩事先商量好的 给他们打欠条慢慢还 你就这么自话自说的 把房子给了别人 我和女儿住哪儿去 我们俩俩住哪儿啊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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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 这一会儿哥回来 你俩千万可什么都别说 叶奶奶 嘿嘿 新年快乐 怎么了 可不可啊 要不然姑姑给你倒水 喝 我不可 我自己在作业了 好吧 乖 妈 饿了 吃饭吗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你还有心思吃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呢 我真服你了 我怎么没有往心里去啊 妈 爸爸我这心也乱你了 我这不是 不愿意成天搭了个脸上 爸 妈 回来了 来 来 奶婆 不用 谢谢 这一天也怪累的 你歇会儿 一会儿饭就好了啊 好 来 坐 来 快坐一歇一歇 那个 谢谢 我来呢 是要把房本和卡 给您送回来 你怎么又给拿回来了 我不能收 房本怎么回事啊爸 你们俩都在 我跟你们说个事 说什么爸 你妈呀 到 紫月 父母家去过了 你们要干什么呀爸 干什么 还不是为你 还不是为了帮你求情 行 这个银行卡啊 和房本 是我交回紫月的 离你差的那八百万呀 还差得远哪 四万 剩下的钱 你要自己想办法 还上 爸爸妈妈 也只能做这点了 那爸你跟我妈 还有我妹你们住哪儿啊 住哪儿 你说住哪儿 我们住在大马路上去 还不是因为 我瞎了眼 嫁给你的爸爸 又生了你这么个 不争气的儿子 死闻哪 你妈老了老了我 我要住在大马路上去了 对不起 妈 别这样 您看 这不是给您送回来了吗 送什么送啊 收就收下了 是我儿子欠你们的 就该还的 别这样跟嫂说话 是 是我做主 把这银行卡 还有房本 交给紫月的 知道为什么没跟你说吗 子不缴父之过 你这个当妈的也有份 可是 我们之前是商量好的 打了欠条慢慢还 你一自作主张 就把房子给了别人 我们娘俩住哪儿去 让不住大马路上见你 欠条 爸 爸什么欠条啊 好 好 好 子欠 明天我会去你们家 咱们现在回家吧 思雯 爸 我想去看看晨晨 去吧 来 思雯 你过来 爸爸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知道 你岳父为什么 没把你送到法庭了 为什么没把你判了 送你去顿大牢啊 人家心里啊 还是认你这个女婿的 你要知恩 你要想办法 把这个大窟窿补上 孩子 你知道吗 自己去吧 做做吧 我想过了 我们两个人 真的没有 共同生活的基础了 如果是为了孩子 应养我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话 对于你 对于我 都不公平 爸都把房本和存折 都给你了 爸妈也原谅我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们分开 还想离婚你 是的 离婚这件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的 我觉得你现在是意识冲动 需要冷静冷静 就不能够在一起 等一下 空洞 再凡处 辣植 我们先说 离婚 现在 甚至 来 这нов 門 妈 我带一支水笔 行 爸 你看我对不对 爸 谢谢您再给我这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改正的 好好对我们这个家庭的 斯文 你看不好了 这是之前 你妈妈让你妹妹打的签条 是 斯文 你现在也是做父母的人了 你应该明白 其实做父母的 便不图将来儿女有什么回报 只希望自己的儿女 能够过得平平安安的 你们家的房本 还有存款 我已经月月给你们家还回去了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你父母亲这一片苦心 明白吗 好的 爸 您和妈放心 我们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的 怎么了 爸 没事儿 老毛病了 上医院看了没有 看了 还开了点药 吃着还挺有效果 那也要多注意啊 你们回去吧 让你爸早点休息 爸 我们先回去了 走吧 妈 爸 您保重身体啊 您保重身体呢 您保重身体呢 您保重身体 您保重身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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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急啊 就一切更事 ال之后 我们来客气呢 您保重身体 我去拿吧 你怎么样啊 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呢 我不也是想保护晨晨 保护咱们这个家 我才被他们一步步逼到今天 被他们拿住的吗 是八百万不是个小数目 可为咱们家这个公司 也当牛做马八年了 还不能补偿吗 现在我爸妈为这事 也逼着他们想卖房子了 已经有这样的姿态了 还要怎么样呢 你刚才也看见了 我全听你们成家的 把我下放就下放 让我写戒条我就写戒条 这口气你还没出来吗 我们两个人 还是好好想一想 怎么办手续吧 越快越好 既然 赵斯文打这个欠条 你一定要收好了 放心吧 其实啊 我就想通过这件事 给越越提个醒 让她长点心 对这赵斯文要提防一些 同时让赵斯文也老实点 其实啊 我让赵斯文打这个欠条 同时第一也能着想 同时赵斯文 在今后真的变心了 对岳岳诚诚在经济上 也是个补偿嘛 也是个补偿嘛 多年的苦心经营 一朝不慎满盘结束 赵斯文有一种 被打回原形的感觉 不过 毕竟没有被扫地出门 他还有机会再站起来 他也必须再站起来 赵斯文 这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在公司啊 我爸呢 爸 你在屋里呢 还去公司干吗呀 你儿子现在是公司里边 最不起眼的人 我不在公司 没任何人注意我 哎呦 斯文 不是我说紫月他们家 他们也真干得出来 要不啊 你换个工作得了 给他们家当牛做马 还受着气 这什么事啊这是 妈 你这公司里面 人怎么说我 怎么说啊 说你儿子就吃软饭呢 我呀就嫁得好 没程紫月他老爸 我什么都不是 他怎么这么说呢 爸 司文长 就你做的那些事 你老丈人 宽容你 还给你机会 你怎么能在这抱怨呢 你应该知足 你应该敢问才对呀 他老丈人是不是 一时重用他 都是你自己放纵自己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抱怨 我都替你丢人 说完了吗 我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一个罪人 我一无是处 我还在家里面待着干吗呀 我 我走了 斯文 你看你 妈没怎么说你啊 你瞧瞧 你瞧瞧 他这是成绩要进去的 你气死我 老赵啊 今天儿子是受了委屈 他说的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别在意 别生气好不好 你不光思路有问题 你立场也有问题 好好好 我有问题 我有问题 你别生气行不行啊 你别生气 来来来 喝点水 喝点水 我不喝 老婆 老婆 你这家见面就吵 老生气 你这家见面就吵 你干吗呀 吓死我了 你干吗呀 现在我只想待在你这儿 哪儿也不下去 我去给你盛碗汤 走 走 乖 我就去给你盛碗汤 马上过来 你先坐会儿 坐会儿 来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 反正每天都会炖一点汤 想着啊 你要万一来了 就能喝到了 怎么样 曼萍啊 我到现在才知道 什么都比不过家里 有一个温柔的知心人 你说男人在外面拼死拼活 求什么呀 不就求回家来有口热饭吃 有个说知心话的人 我赵斯文不就犯一点错吗 我近八年的努力拼搏 瞬间就一文不值了 好像我对程江一点构欠都没有 那你还打算翻脸啊 以前我认为啊 我把工作做好 我对紫月好一点 对我的家庭好一点 对老人尊重一点 老头就能放心地把公司交给我 那现在我看来 全都虚的 不可能 公司该是谁的还是谁的 老头压根没把我当成自家人过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还没想好的 反正程紫月跟我提出离婚了 她说要跟你离婚 那你怎么想她 咱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好吗 我现在只要心情不好 第一个想到就是你 可见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啊 我真的好累啊 蓝萍 好好陪陪我好吗 写是用情最深的那个 就注定她付出得多 伤心得多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乎 别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 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真的迷在自己 你都可以 疼你 这一次我知道 你是阿笛笛 你不快 我走 你不快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好得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爱得太少 董事长 出事了 别着急 慢慢说 公司现在能够来了好多人 他们说我们公司的工程 脱工减药 现在要来找我们算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没有用客户指定的原料 现在客户的工程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 他们要告我们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劣质原料 所以要追究我们到底 这工程谁负责的 是 是赵总 他人呢 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这样 你去告诉他们 这件事情 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 到时候给他们满意答复 你劝他们先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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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送给你 把它放在包里 可以给你带了好运 谢谢啊 盛婆 好 喂 妈 喂 月月 赶紧回来吧 这赵斯文啊 又给你爸弄出些事来 什么事啊 怎么的 这事情很复杂 你赶紧回家吧 你爸呢 让赵斯文也往家赶呢 好 我满身回去 你爸 你别生气了 这不都往回赶吗 一会儿问清楚吧 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爸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他们签合同的时候 还好好的 我特意跟周刀说 一定要按照规章制度 来办事情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和你们一样地震惊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你真的不知道 我发誓吧 真的 不是你做的吗 老婆 你不能这样吧 就因为我犯过一次错误 你们永远就用这种 看贼的眼光来看我 我不知道怎么样 证明我是清白的 要不这样吧 我死在你们面前行不行 好了 好了 斯文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是周涛干的 是吗 那赶紧打电话上来啊 爸 您通知我以后 我就一直跟他联系 到现在始终关机联系不上 我想起来了爸 周涛跟那个集会集团 管施工的那个人 好像是大学同学 您说会不会 你的意思是说 周涛他们之间 达成了什么协议 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能确定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周涛突然就联系不上了 而且在这个当口 赵斯文 你知道为什么 我把你搅在家里 而不在办公室谈这事吗 我这是跟你在留着面子 爸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您还是不信我 你觉得我还能再信任你吗 再说 周涛自从公司开始以后 就一直跟着我 他的人品我还是了解的 爸 您还是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不是说一定是周涛干的 不过我们作为一家人 我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啊 爸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这公司是我辛辛苦苦 打明下来的 我绝不能看着 回到别人的手里 爸 好了 好了 我不想听你一二再再二三的解释了 你回去好好想想 想好了 我们俩再谈 妈 妈 老婆 老婆 喂 赵总 小头 你立刻把你电话号码给我换了 听见没有 换一个电话 我在郊区兔家村给你找了一个地儿 你赶紧去躲一躲 钱全部我来说 赵总 我真的害怕呀 你怕什么呀 不是有我吗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在我解决之前 你千万别给我出什么腰盒子 一会儿我把杜亚村的地址发给你 你换了电话号码 立即联系我 明白吗 我明白 一定要做到人真消失 好吗 兄弟 我懂了 我明白 你放心吧 注意安全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不对 我觉得赵斯文弄丢玉雕这个事 绝对不是偶然 我怎么觉得 这么向他设的一个局呢 绝对不可能 那天我是跟他一块儿取药玉的 结果差点被那些人给打了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相信他呀 这苦肉记谁不会呀 电视剧里天天教 你怎么就那么单纯呢 这赵斯文他不骗你骗谁呀 活该 小冯啊 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 一点都没有喜事令门的样子 这就是您逼我跟雪岚结婚的后果 你是说 因为爷爷逼你和雪岚结婚 才惹得你这么不开心啊 那爷爷的罪过可就大了 别闹了爷爷 我半开玩笑的 半开玩笑 就说明 你不是在开玩笑 心里还在乖嘴爷爷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爷爷 我爸妈还有雪岚紧锅密鼓地 把我的婚期往前提 你这事您知道吧 其实是知道 准确地说啊 是了如指掌 你指挥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小冯 你想过没有 男大当混也好 传宗接待也罢 出于对家庭的责任 你也应该考虑这件中山大事了 你总不能老也长不大吧 爷爷 我跟您说心里话 我真的不爱雪岚 我跟她一点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那种感觉都没有 您也是男人 您应该理解我 你接着说 我怎么看她 我都觉得她是我的亲妹妹 我可不想要那种 没有爱的婚姻 这样下去时间久了 她慢慢地会发现 一段没有爱 一厢情愿的婚姻 生活是多么地不幸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不过小冯 你想过没有 现在不管你是接纳还是不接纳雪岚 你都已经伤害了她 你想没想过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就不能同情同情我吗 还说我活该 你是闺蜜吗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赶紧把你那点细软看好了把住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那赵斯文八百万的窟窿啊 他怎么赌啊 我也是服了你了 反正 我现在什么也都不惦记了 因为我现在什么也都没有了 正如您所说 我的那些戏软全都被我一一折线 去填我爸爸公司的窟窿了 那叔叔阿姨现在怎么说呀 反正呢 我爸是把责任全部都扛下来了 原来是保全我们这个家 也是为了保护晨晨 可是我觉得 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从一开始 是 你一开始从那么多人里头 选了赵斯文 就是因为他长得帅气 温柔体贴 主动追求你 是吧 哎呀 当时年纪太小了 所以只看了表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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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 我就想问问你 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你知道 雪岚有多喜欢你 这孩子 还真有股任性 这点儿还像他父亲 我们两家的关系 可非同一半哪 否则爷爷也不会 在他父母车祸双盲之后 收拾他 所谓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你懂吗 当年都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办呢 解释的父亲 对爷爷有救命之恩啊 他父亲姓薛 是个转业兵 后来就留在了海南参加建设 并在那里成了家 生了个女儿叫薛兰 收养她之后 把她受到歧视 拥有保留她原来的根 所以就改名叫 唐薛兰 很简单 离婚 对 必须离 不对啊 这一离婚 你的财产就分成两半 那你多不划算呢 那赵斯文肯定特乐意吧 他不乐意 他不乐意 为什么呀 可能是因为孩子吧 然后你就心软了 换我怎么着都不心软 孩子甭想 钱没有离婚 哎呦喂 你说得轻巧 那是因为你没有孩子 哎呦我跟你说 你这种人就叫做 孤兮养奸养虎为患 哎呦我说你怎么就那么令不情轻重呢 你真是急死我了 哎呀你别急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抒发一下我自己内心的郁满 我并不是要做什么决定 我 我真的很烦 很郁满 我理解你 公主殿下 我就想送你四个字 夜长梦多 我 就是年代初 我带着辛苦打拼的一点仅有积蓄 到南方做生意 由于完全没有经验 结果被骗得身无分文 流落街头 创业的梦破碎了 甚至连家都回不去了 甚至连家都回不去了 再说 我也无法回来面对家人 我的精神 完全崩溃了 不知不觉见 走到了悬崖边 想一死了死 就在我将要纵身一跳的瞬间 是雪岚的父亲救了我 她告诉我 这个地方 有很多人 就这样走了 走了 就再也没有希望 走了 就再也没有希望 没有机会了 但是也有人 回过头 看到了未来的了 也真是巧合 我 那天 不知什么时候 她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后 告诉我 该走哪条路 我从她那双朴实的眼睛里 看到了真诚 看到了力量 我实在无法抗拒 她那双善良的眼睛 就这样 她带着我 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悬崖 并在家里 请我吃了一顿饭 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顿饭 细节 她还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一辈子都在我们耳边回响 她说了什么话 她说 这句话 人在 希望就在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支撑我走出绝境 担用了后来的一切 你想过没有 现在不管你是接纳还是不接纳学兰 你都已经伤害了她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 看到你依然在雨里 背对着我独自哭泣 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 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 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 你 身陷最想你的轨迹 闭上眼睛泪如潮汐 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 你 开始想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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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又爱的太少 好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让你微笑 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 哪个你不想见的我 还在想你的好 我 开始想你的好 好 好的连痛苦都忘掉 后悔认识你的太早 初恋情人很难到老 开始想你的好 开始想你的好 这种安排不能颠倒 给的太早 给的太早 有爱的太少 有爱的太少